这是游戏王中最燃的战斗 巴龙在最后时刻 召唤出了盔甲套装 此时的他已经认同了城之内 但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要打败他 城之内也明白了巴龙的意思 果断发动自己的神卡 可以使用巴龙墓地中的一张卡 选择的正是盔甲怪兽 爆裂融合 再配上陷阱卡再来一次 可以从墓地随机发动一张卡 城之内开始研究顺序 巴龙感觉大事不妙 只见城之内欧皇属性发动 没错 按顺序就是他 哈尔莫斯让其与爆裂拳套融合 变成爆裂龙拳套 而巴龙表示 能进行这场战斗真的太棒了 城之内也是相当认同 于是双方开始冲锋 大午直接被气浪崩飞 而游戏一行在远方 看见那冲天而起的光柱 正是城之内与巴龙的对拳 双方谁也不肯退让半步 就在城之内要舒适 城之内趁机发动龙拳套的效果 牺牲掉真红眼黑龙 摧毁对方所有怪兽 并且能给予对方伤害 城之内一个用力 成功击退巴龙 盔甲全部破碎 而巴龙即使稳住身形 但阻止不了归零的生命值 大午的一句话 让巴龙忘了发动盔甲效果 最后将大午托付给城之内之后 他就再也支撑不住 奥利哈刚开始收缩 抽取了巴龙的灵魂 而这时的大午居然抱起巴龙 还当着城之内的面 回忆与巴龙的对话 眼角泛起泪光 而城之内的一句打牌 让大午站了起来 并且带着黑话的表情 而城之内感觉不打牌 就了解不到大午的心情 于是邀请大午进行一场权力战斗 大午自然求之不得 而城之内带着巴龙的嘱托 与大午进行了打牌 大午率先进攻 召唤穿盔甲的快乐女王 轮到城之内 由于刚才打牌受的伤 现在连抽卡都费劲 但也要硬着头皮上 召唤青年剑士攻击表示 再发动装备卡 提升女郎300攻击 一爪子搞掉青年剑士 而这玩意是有特殊能力的 可以特殊召唤炎之剑士 这样就可以勾起来 大午无奈盖牌 结束回合 轮到城之内 他居然有五星的高宫怪兽 牺牲炎之剑士 召唤2500宫的怪兽 也是一爪子 搞掉快乐女郎 大午虽然生命值损伤 但他更加兴奋 这才是他要的决斗 轮到他抽卡 这表情 没错 就是奥利哈刚 他又要与城之内赌命了